首先拿出一根橘色线 先把它的嘴巴给绣一下 一根线含有六小骨 我们使用的时候这样把它给分开 单独的分出两小骨 这样把它给撑开 撑的时候把线尾悬空 不然容易打结 然后将分出的两骨线穿到针上 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穿针 怎么样能穿得上就怎么来 然后线为打结 把这个绣布可以这样折一下 用对面秀 对面秀就是从一个图案 边缘的线条穿到另一边的线条 把中间的颜色给填充上 然后再往上一边点 再往上一边点 再往下的线条培 我们先把线条加 绣到边上以后 然后直接来这边 把这一般给绣上 切好以后翻面打结 然后线尾达结巴 其余的橘色的地方给绣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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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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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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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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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栋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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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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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它压一下 然后这边的线条也给压一下 修好以后反面打结 然后用白色绣出其余的部分 有些用断面绣 修这边白色的时候 把它鼻子上这一个高光线给修一下 然后兔子这里的白色可以这样修 这样来竖着修上 也是同这边一样 把这些个空白的地方都填出上白色 好 好 谢谢观看 嘴巴这边的线条先给覆盖住 我们等一下再来修 谢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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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在针上拉一下 这样穿上去 你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来穿 怎么样能穿得上就怎么来 然后这样线尾对齐大截 在这里用整根的线秀出小兔的手臂 OK 秀个三下就可以 到时候这个图案 到时候这个图案会把这个手臂的位置直接留出来 对 感谢观看 在脚这里多秀一下 绣好以后 反面不要打劫 直接这样在 最前的线里面这样穿一下 然后剪去多余的线就可以了 接下来用灰色线来 绣出卡拉的颜色 也是用断面绣 同这边大片的位置一样 把它给绣上就可以了 小兔嘴巴的这里 用一股的黑色线 这样单独的分离出来一股 一小端就可以 纤维大截 然后把小兔鼻子这里给绣一下 然后把小兔鼻子这里给绣一下 绣好以后 反面打结 然后用两股的白色线 线为打结 把它们眼中的高光点给绣出来 打一个结力绣 在尖上绕一圈 然后羊尾穿回去 然后把小兔鼻子这里给绣一下 然后把小兔鼻子里给绣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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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两个 有同样 打一个吉利小 切好以后 反面打结 打一个吉利小 图案全部削完以后 然后接下来把图案沿着边缘的这条线给裁剪下来 这边背面部分也按照这线条给剪下来 胡萝卜兔的这款 沾这个发卡的时候 从这边剪洞 把发卡这样从上面穿过去 让它是一个这样的角度来卡头发 向上卡 这样向下卡不太方便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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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